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这一节我们带您看看 国际的局势现在演变到哪里去了 尤其是这个以色列的零星冲突 现在可以说是不断地在上演 以军拦截失败真主党的无人机 在以色列的北部雷坠毁 黎巴嫩向以色列的北部连续发射了火箭 以军拦截失败一架真主党无人机坠毁 而且还引发了很大的一个火灾 那么耶路撒冷实质的古森林大火迫使以色列博物馆疏散 CNN报道这场森林大火已经烧毁了数十平方公里的森林 至少造成22人死亡起火原因 现在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么现在美国是不是对以巴已经无计可施了呢 你可以看到美国航母遭到胡塞武装组织袭击吗 美国官员说这是假消息了 胡塞武装对于艾森豪航母发射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 24小时内对美军的航母第二次袭击 在美国发声明驳斥这样的事情 胡塞武装称袭击美国舰艇 但是美国航母舰长发影片报平安 却被报好像是拿旧片因此而惹议 艾森豪舰的舰长发布战机 在军舰升降的影片被指示报平安 但是被人家发现这影片好像过去就在网路上流传 而且不是新的影片是旧片了 而现在呢 这个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想要到美国去演说 结果没想到美国议员不买单还喊要抵制 路透社报道 纳坦雅胡要到美国国会领袖邀请 到华盛顿向美国国会联席会议来发表演说 但日期还没有确定 不过他也是首位在美国国会四度演说的国外领袖 多名议员说他们可能就直接不出席了 幕僚透露了纳坦雅胡接受拜登的停火协议 但协议有缺陷需修改 以色列接受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三阶段停火协议 还说呢 这个真是个协议 协议是不是有点缺陷 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 只不过以色列的极右派就呛了 他们可能要解散联合政府威胁纳坦雅胡 拒绝拜登最新的停火协议 以色列的极右派官员跟财政部长呢 还有国家安全部部长扬言 如果纳坦雅胡接受拜登最新的停火方案 不好意思我们将会集体辞职 让联合政府给垮台 那么纳坦雅胡就说了 消灭哈马斯才愿意停战 他说结束战争的前提是并没有改变的 还包括必须解救所有人职 确保加萨不再受哈马斯的统治 对于以色列构成威胁等等 只不过我们那里看到就在这个尾巴冲突之际 像乌克兰的总统难道是来刷个存在感吗 泽伦斯基说乌克兰承认巴勒斯坦是一个国家 他说呢 他们承认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两个国家 而且要尽一切努力让以色列停下来结束这场冲突 让平民不再蒙受苦难 很多网友就开始在讲了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现在乌克兰也还在打仗 你是在跟老美闹脾气 是不是你自己别忘了 你自己也在战争当中你还去调停原家 泽伦斯基说现在俄中联手阻挠乌战和平峰会 他在演说后的记者会对中国不出席表达失望 还说北京正极力鼓吹其他国家也不要来参与峰会 大陆的防强董军就说了 中国大陆始终是一个负责人的态度 致力于劝和促谈 我们不斡旋这些拱地刀拱火的事情 坚持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的一边 那么泽伦斯基到香格里拉对话 场边会晤美国防长球军员 呼吁准备美乌安全协议 泽伦斯基跟庶民外国领袖会面 呼吁他们一定要参加本月中旬在瑞士的和平峰会 他也跟美国防长奥斯丁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强调乌克兰的防空系统跟F16战机 他的需求有哪些 不过拜登最后是不是会出席乌克兰和平峰会 现在也是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夏蕾老师你怎么看 尤其是现在纳台湾雅胡要去美国国会 结果被人家抵制 这个抵制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美国的国会根本不应该邀请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他是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一个罪犯 那这个罪犯如果到了美国去演讲美国的国会 那以后美国的国会的演说就不再具有他的这个 通信力 他的重要性 他不承认 美国不承认是一回事 因为如果美国不承认的话 那也没有人会理会美国普丁的被通缉 所以如果美国说我不承认 那美国就没有资格去给南非施加压力 或是给巴西施加压力说 你不准邀请这个普丁来出席这个集团体的会议 不要忘了今年是在巴西办 那今年在巴西办 那南非的总统鲁拉就有权利邀请这个普丁去出席会议 因为你美国既然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决定 那这样的话巴西也可以比照办理 说我不承认 所以这个普丁就不被通缉 通缉是无效的 那这样的话本身就是一个荒唐可笑的事 所以美国会 拜登会让他自己在国际间自私立场 第二个美国的国会会蒙羞 所以美国的一些民主党的议员 他们抵制其实是有勇气的 为什么 因为你抵制的时候 你要得罪那么多的犹太人 那这个是要有勇气的 因为犹太人是他们美国政客 很多人背后的军主 那你竟然敢得罪这些军主 这个需要道德勇气 这个在台湾的民进党是不容易做到的 我想这差别是很大的 那拜登是不是无计可施 我觉得拜登这次提出三阶段的 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方案是极旧章 是为什么他极旧章要赶快出手 最主要就是因为这次习近平跟阿拉伯世界 就是中国跟阿蒙的会谈很成功 而且本身已经有更大的一个方向 而且定了2026年的时候 高峰会议要推八大方案 五个方向再走 而这个五个方向里面 有包括能源的合作 也有包括本币交易的合作 也包括了这个清算银行的功能 这个显示出中国大陆在这个阿蒙本身的影响力 是在往上提升 所以对美国来讲 对拜登来讲他急得不得了 因为最后他们共同的共识跟决议 就是以哈要立即停火 可是我为什么会说 这个拜登是极旧章 因为拜登的情报头子 本身也强调说哈马斯事实上还保存有65%的兵力 也就是说以色列经过这半年多的一个火力攻击 也不过消灭了大概三成五 还有六成五的兵力没有办法消灭 而且他笃定的是认为 以色列没有办法彻底消灭这个哈马斯 那请问哈马斯永远存在的情形下 不让哈马斯去治理共同治理这个加沙 怎么可能吗 这个方案怎么可能落实 欢迎回到新闻大百话 那么这一集要带大家来讨论一下 国际局势要先带大家来看到 是大陆现在积极的在抓间谍 他们又宣布破获英国的间谍案件 中国中央机关人员遭策反 大陆国安部微信公众号3日发布新闻稿说 最近再破获一起英国秘密情报局 策反中国某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王某某跟周某夫妇的重大间谍案 但大家就觉得这一次比较不一样 因为之前都没有明确点名过 这一回还把英国秘密情报局 这些字都写出来了 那么国家安全部就说了 境外间谍威胁恐吓国内专家强迫合作 图切国家机密 大陆国安部就说了 有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高度关注 国内专家学者的出境状况 甚至伺机用威胁恐吓等卑劣所段 来进行拉拢策反 妄图窃取中国国家机密 那么现在大陆限制价出口呢 那么现在去年对美银大减将近七成了 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 出口额仅剩下847万美元 年减三分之二 那么这出口也下降8% 总额大概是约4842万美元 中国的国安部说不法分子向境外走私稀土 威胁到国安 他说因为若干境外事业拉拢利用 驱使这些不法分子走私这些稀土 严重损害国家利益 对国家安全造成了莫大的威胁 可是你看窃取美国的勤资 美国CIA的探员任 当了十年的中国间谍 现在美国是不是也在出招反制呢 只不过中美的主战场恐怕还是在新能源车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强势无法挡 那么现在大陆说 一到四月中国新能源车已经占全球比超过60%这么多 同时今年一到四月 全球新能源汽车占比高达64% 其中四月的全球市占率更高达6成7 即使美国已提高关税阻止拉路的汽车输出到美国 但这一个强势理性的地位还是难以动摇 四月份比亚迪全球的销量第四名只输给日本的Honda 德国的福斯跟美国的福特 那么华为打算跨足越野车 于成东就讲了我们锁定兵士G系列 他说目前内部正在讨论 想要设计一个不同于传统方盒子的硬派越野车 要重新来定义什么叫做硬派越野车的设计 大陆电动车的渗透率2035年可能会冲达九成 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到了2035年 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超过7000万辆 市场渗透率将达到70%左右 到时候大陆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超过3800万辆 根据这样子的计算是占掉全球半壁江山 市场的渗透率甚至达到九成 将可能保有量超过2亿量这么多 只不过我们要带你看到的是 在美国总统选举的部分 川普现在要拿坐牢SG选情了吗 风口飞案川普表态 他可以坐牢预告川粉可能会爆发 他说入狱服刑或居家监禁OK啊 但是支持者可能没有办法承受 我坐牢这件事情 到时候如果爆发我是不负责 难道川粉又要包围国会了吗 遭判决24小时之后川普获得5280万美元的捐款 民调显示川普只有一点点领先拜登 多家民调也显示川普的支持度几乎跟判决前一样 我们现在也看到经济学家的民调显示 川普是50% 拜登是49% 两个人是难以分这个上下 那么Morning Consult Pro的民调呢 可以看到呢 约一半的选民表示 他们反对这位前总统 因为34上一级的刑事最被监禁 6前9认为 最受欢迎的选项是对川普罚款 再来就是希望可以缓刑 所以还是不希望他去抓去管啦 那么可是现在拜登的儿子自己有问题啊 持枪案出庭应讯 美国大选可能成为司法的攻防战 因为呢 杭特拜登非法的持枪案 将在家商威明顿出庭 继川普封口费被判有罪之后 最近的美国大选 两党攻防又在法庭里面 杭特的案件最近因为涉及家族隐私 所以预料这一回的美国总统大选 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讨论的焦点 个人认为这是离上往来 因为在上个月的中旬 英国逮捕了香港的几位工作人员 然后说他们是情报员 那我记得我当时在一个节目里面 我就说那你英国的间谍最好赶快跑 因为中国可能很快的就会逮捕你了 那马上你看一个月不到半个月了 中国大陆就公布是近期 对 所以早就有在监控了 那近期就收网了 那当然目前被逮捕的是 中国的两位工作人员夫妻 可是他没有说英国的那位街头人员 有没有被逮捕 英国人也没有说他有没有被逮捕 中国也没说 那有没有被逮捕我们不知道 可能哪一天你看到的英国 开始进行外交秘密交涉了 那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用交换的方法 来把人换掉 那这个情况很明显的 那也就是属于你上网来了 你抓我的人我就抓你的人 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当然要看之后的一个情况 因为这两位很明显的 他也接受了英国的密情局的训练 所以他已经是典型的英国的谍报人员 那他们已经被逮捕 那如果按照英国的谍报法来讲的话 接受训练完以后 成为他们的谍报人员 英国有责任要把人家救回来 等等这些工作 那这个东西就考验了英国的情况 我个人认为这是李上网来了 那有关于稀土的这个目前 美国确实缺得很严重了 所以他们用重金去购买 你也知道只要钱 很多很多的钱 就会使一些人心动 那因此就有人就想方设法的 要把中国的这个稀土 要想方设法的用垃圾 或是用什么废土 想办法把它运出去 然后满足美国人的需要 那这个部分也被破获了 也被抓了 那也就是说 这些利益虚心的人 网顾国家的利益 国家的法令 然后要去满足美国人的利益 那这些人当然他的下场都是不好的 这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大陆的这个对于稀土的 或者是石墨的管制 已经有效了 因为逼得美国要用非法的手段 要用非常高昂的钱去购买 不然的话 他的军工的产品 已经在生产方面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样的问题 甚至石墨也是越来越严重 也就是说 这些都是在电池里面必要的东西 而我们看到 不管稀土或者石墨 这些国家的缺乏 他们虽然嘴巴讲说 很淡定的说 没问题 我们会找很多替代品 可是你已经看到了 它的成本一直在增加 第二个短时间没有办法获得 那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当然它的竞争力就处于一个 最有利的一个地位 你美国不让我卖进去可以啊 拜华请接着我们关注 这个大坦雅胡感觉起来 好像就是决定不甩拜登了 虽然说6月1号的时候 拜登有提到三阶段的停火协议 那6月2号的时候 以色列政府也同意了 结果大坦雅胡说变脸就变脸 他6月3号的时候就提出了反对 而且还讲说呢 这个不会休战 以哈马斯的军事跟治理能力被摧毁 并且释放所有人职之前 以色列是不会停火的 那以色列是可以暂时停火 6个星期 但是不会永久的结束战争 伊朗和我们所有的敌人 都在观望我们是否投降 也就是说我不能认输 我不能投降 我要打到底啊 不会因为你拜登说了什么话 因为以色列政府说同意 而我这个纳坦雅胡而有所改变 所以感觉起来他已经是这个 已经死磕到底了 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 拜登版的加萨停火协议 现在已经陷入了僵局 那以色列证实 四名人职也都已经遇害了 关押在加萨的人职 那伊朗的代理外长也提到了 他说美国停止援助以色列 其实很简单嘛 这就是一个停止以哈战争的方法 你就不要再援助以色列了 连伊朗都要来交交美国 美国如果你是诚实的 我就必须 就必须要赶快来停止 所有这些援助嘛 届时战争自然就会结束 没有办法打下去 没有武器打下去 战争自然就停止了 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他这样子跟美国说 那再来以色列 其实为什么纳坦雅胡不敢退 恐怕是来自于他们的极右派 因为尽管现在外界的呼声 或是世界各国都在呼吁说赶紧停火 但是纳坦雅胡还得要面临到 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愤怒极右派 就两名非常激进的部长威胁说 如果你敢接受拜登的停火协议 他们就会推翻现在目前的联合政府 那拜登也不支持这个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纳坦雅胡讲说 这个你应该要去制裁吧 你应该是说这种国际法院这种做法 你应该要去说说他们 而不是说你这样好像没有作为 所以像看起来纳坦雅胡就是摆明着 我就没有要听美国的国际法庭怎么做 我也不管我就是要打到底 因为他有不能退的一个压力 有极右派后面的压力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埃及的外长提到了 现在除非放弃对于拉法过境点的控制权 并且将他还给加萨走廊一侧的巴勒斯坦人 否则呢 埃及是没有办法 这个把这个加萨物资 原旧物资送到这个拉法过境点 就是这个过境点 他就没有办法再度运作了 所以以色列应该要赶紧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权 他是这个埃及对于以色列的呼吁 而且联合国还有20多名的专家呼吁 所有的国家应该要来承认巴勒斯坦国 目前已经有140个联合国的会员国是承认巴勒斯坦国的 而且就是他们也呼吁说应该要这样子的做法 所有国家应该都要响应这样的做法 那连这个法国议员梅兰雄也提到了这一番话 他说是否可以建立巴勒斯坦国 不是你纳坦亚胡说的算 我们来听一下 L'interdiction immédiate de vente des armes à Israël 30% des armes que reçoit Monsieur Netanyahou viensvare la FED 我们要求求 国安证国联合国联合若的联合于 联合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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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马 尔格地的法律 所以尽管外界的呼声再大 可是以色列呢 仍旧还是在持续的飞弹轰炸 那你看他现在又占领了这个费城走廊 然后飞弹又轰炸了叙利亚 现在连俄罗斯都迁入其中吗 他们在深夜的时候进行了一次 针对武器运输队的轰炸行动 那感觉上面他们说 这个运输队是向加萨带运送武器设备 那他们就对于叙利亚也发动了这个精准的空袭 针对叙利亚境内重要的目标 这次的攻击影响到他们境内的一些战略的设施 那同时呢也对于在叙利亚的俄罗斯军事 构成了一个挑战 面临到有可能会误诈到俄军的风险 但是以色列也仍然不退 因为他们就是最终目标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哈马斯 在他们达成目标之前 谁都不能够阻止他们吗 那以离的边境现在持续在升温 真主党的火箭也袭击了以色列的北部 那根据路透社报道 就是伊朗扶植的黎巴嫩真主党 在3号的时候发射火箭跟无人机来攻击以色列的北部边境 引发了野火 野火的面积已经达到了数百英亩 所以现在看起来 好像各国也在用他们的方式 在警告以色列了吗 拜登确实很着急 因为他急于一定要在中东这个地方 展现他的影响力 如果说他的影响力不再存在 那他的整个在 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这个最主要是因为 这一次中国跟阿拉伯联盟的论坛 2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到中国来 中国也邀请了四个阿拉伯的国家 包括图尼西亚 埃及 埃及是大国 北非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还有阿联酋很富有的 还有巴林等 这四个国家也援手去 那他们共同的一个决议 就是立即停火 那么已经宣布 那一旦宣布了以后 接着拜登的压力就很大了 所以拜登马上就很匆忙的 提出三阶段论 那提出这个三阶段论 等于是要求这个内坦尼亚福 说立即停火 六个礼派交换人质 部分的人质 哈马斯在第一时间 就是说正面的回应 那等待的就是以色列了 所以求丢到以色列 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 这一次就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 直接把拜登骂回去 他就采用这种说 同意 但是要修改 修改什么呢 等我把哈马斯杀光了再说 那这句话就直接打脸拜登了 间接的了 就打脸拜登了 那这个当然对拜登来讲 灰头土脸的 很难看 怎么办 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的局势情况是越远越烈了 那由于在以色列跟埃及的边界上有一条走廊 这个走廊爆发了冲突 以色列把埃及的一个士兵打死了 所以两国之间现在是处于很紧绷的一个状态 可是以色列如果以色列以及美国如果没有埃及的大力的协助 基本上来讲 那哈马斯的对外的联通道 很多就通了 因为哈马斯跟外面的联通 跟他的很多的物资 弹药的补给 其实是透过地道 那在西奈半岛那个地方来取得的 很大一部分是从那个地方来获得 所以如果没有埃及的一种协助 不断地去找那些地道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 哈马斯跟外面的联结 一旦联结通 情况就完全又有不一样的一个发展 那对于伊朗来说 还有伊朗本身当然很愿意支持哈马斯 满足他所需要的武器弹药 那这个战争可能又再往后打了 所以以色列其实是不应该跟埃及闹翻的 严格上来讲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做 可是以色列他目前来讲在全世界 不管在阿拉伯世界 穆斯林世界已经变成他们的公敌了 反而把这个逊尼派跟什叶派拉在一起 现在在欧洲也烧得很凶 梅郎雄在法国是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曾经要角逐总统的 一个三位领导人之一 所以有重大的政治人物 你看他的演说得到满堂彩 这代表什么 整个法国绝大部分的民意 都是反对以色列对于 这个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屠杀 好 昨天大家关注到说 美股怎么出现了异常的状况 特别是看到股神波克夏的股价 竟然暴跌99% 哇 吓得多少投资人冒冷汗 想说天哪 这是美国的一种亡国感出现了吗 那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昨天的美国股市 数十只的股票出现异常 那包含了波克夏是这样出现了一个这样子骤降暴跌 大家想说天哪 这是发生了什么 世界大战了吗 怎么会这个股价跌成这样子 引发了一波恐慌 那结果最后是什么问题 是这个纽约证交所出现了技术性的故障 那这虚惊一场 但是大家真的是被吓到 特别是现在战争这么多 兵凶战危 难道真的哪一场战争爆发了 造成这样子一个美股崩盘吗 那马上就有人去抄底了 这心脏很大科 他就说看到这样波克夏的崩盘 赶快立刻抄底买进 但是呢 不能抄 因为这个纽约证交所说 这是技术故障 所以取消 你这个抄底的人全部都不可以 这些这个交易都失效 不给你算 那再来看看这个美国 现在因为都是普遍呈现一个 川败互打 而且是没选官司战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川普他现在开通了最新的 这个TikTok账号 就在他被判刑之后 他立刻就是把这个名气转为人气 就是到TikTok上面 开启他的这个账号 原本他以前在任的时候 他是打击TikTok的 大转弯 那他现在是挺TikTok的 还有Real Donald Trump 这账号呢 加入了TikTok 然后上传了一段 他在纽泽西州的 这个格斗 终极格斗冠军赛上面 摆的姿势 我们来看看 他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出场 对吧 果然哦 这个人气 就是突然的飙升 瞬间哦 那他观看次数已经超过了5600万 而且账号的追踪人数已经达到了360万 反观拜登哦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加入 结果到目前为止 他的粉丝数有非常悬殊的差距 他只有34万粉丝 而这个川普已经是他的10倍之多了 那再来大家就开始在聚焦说 6月27号川败两人 要在电视辩论会上面碰头了 他们这一次哦 6月27号是第一场 9月10号是第二场 分别由CNN跟ABC News来主办 但是恐怕这个川普是落不到好处哦 大家还记得之前他们的这一场辩论 其实那时候等于是被川普碾压式的 这样子来修理哦 所以你看拜登其实在口条上面 也尝尝口误 然后空气卧啊 迷路啊 这些状况 在辩论会上面出现 恐怕又是要遭到川普的一番修理哦 那除此之外 其实英国的民调也讲说 现在保守党的选情恐怕也是有一点崩盘哦 因为根据几个民调显示出来 现在保守党恐怕会败给他的宿敌工党 甚至有可能被自由民主党给超车 沦为国会当中的小党 也就是说接下来如果川普又要重回白宫的话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英国哦 那英国其实他们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很多好像就是跟川普作对的人 好像都是很快速的就被换掉啊 然后这个任期比生菜还要短 所以接下来恐怕英国也是会一起被牵动到 那再来大家现在看到了 嫦娥六号变成了这个中国崛起的一个象征哦 那你看看他们有这个贴出来在这个今日头条里面 呃其实现在包含了第一名 还有哎 第六名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登月的画面哦 也揭穿了这个NASA局长的谎言 甚至他们还讲说啊 他们已经完成了首次在月被挖土 那这个为什么说是揭穿NASA的谎言呢 因为过去哦 那个NASA的这个局长他就讲说 哎这个月球有这个暗面 他们那个暗面呢就是黑黑的那边 美国人我们也不去那边因为太暗了 结果后来被这个中国大陆拍回来 人家还挺明亮的 有些地方还因为没有大气层影响 还比起这个所谓的亮面更加的明亮哦 那结果让欧洲的一些网友 欧美的网友他们在X上面就就崩溃了 他们讲说原来我们被骗了那么久啊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这个错误的讯息 真正骗我们的就是美国自己啊 那还有波音他们的星际飞机哦 载人首航临时叫停哦 昨天传出来这个消息就说啊 只好延到礼拜三啊 六月五号再来试一试 那来老师 波克夏可以因为电脑的一个故障 一下子崩跌了99% 其实这个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说 一个战争或是一个重大的灾难来 很有可能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如果两岸打起来 台湾的股票搞不好就是当天就崩跌了 那我们还好有10% 10%的一个 而且还有熔断的措施 停止交易 那我们可以理解到其实股市 汇市 还有房市的崩跌 甚至物价开始飙涨等等 很多人在台湾叫嚣要台独 都说你来打 拿解放军来打 我不怕你啊 就在那边叫 可是说实话如果真的一旦发生了 那种悲剧就很难再回来了 我觉得就不要再回不当初 很多事情要想清楚 要谨慎一点 川普果然是媒体人 很懂得怎么为自己来开场 所以当他要在抖音开账号的时候 他一天就可以赢得了拜登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节目 谈到小尔之也在抖音开账号 结果他拍的是他的一个公事包 然后拍了他的办公桌 那你就可以知道 那样的一种广告的方法 那其实很难吸引到粉 可是川普在这种超级赛里面 他的这种方式那种气氛 很快就会吸到粉 他是懂声量的 他就是媒体人 我觉得他在这方面 占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 川普从昨天反对今天赞成 不但赞成还开 而且还大获成功 而且还要一直玩下去 玩到他赢得选举 这个人的变化太大了 他哪一天一旦当选了 俄乌战争不打了不给了 台湾这边不玩了 菲律宾这边不支持了 那一下子回到原点 然后那些跟着美国玩的人 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好 立刻来关注一下 等了好久的终极乌铁路 现在终于这个已经在北京签约了 要开始动工了 今年的10月份要开始动工 终极乌铁路是三国共建的 一带一路工程 习近平有提到说 这是一带一路标志性的工程 因为过去就是卡在这个俄罗斯 迟迟不肯点头 那因为着这个两年前的俄乌战争开始 所以俄罗斯就开始这个态度上面 变得比较能够接受有终极乌铁路 那特别是吉尔吉斯也跟这个普清讲说 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个铁路 那这样子的一个工程适隔了 两年现在终于是签约了 未来对于这样子的沿线 也就是说建成之后可以成为 亚洲到欧洲以及波斯湾国家的一个 新的运输线 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克什然后一直这样子延伸到乌兹别克 通过吉尔吉斯的中级乌的这样的一个路线 那将会连通中国到这个中亚国家 变成最短的路上通道 而且打通了南亚东东这些大市场 进一步的扩大地区国家的 对于中国大陆的合作 苦等了27年 这对于中国大陆的战略意义有多大呢 其实这是2022年普清放行的 那有外界就讲说 其实也是一种拉拢中国大陆的意味 非常的浓厚 那建成之后呢 其实也可以节省大概7到8天的时间 那克什这个地方可以说是 中国大陆通往中亚的大门 也是稳定中国西部地缘政治安全的一个基点 那人家讲说 哇这个中级乌铁路 其实不光是这个从中国通道 这个中亚这么重大的一个意义 其实也代表着中美博弈走向了高潮 根据这个边缘地带论的学说 他们是基于路权论和海权论的修正 认为说谁能够控制欧亚大陆 谁就控制了世界的命运 欧亚大陆的四个边缘地带 也就是欧洲 中东 印度跟东亚 这些年美国都是绕着这四个地区 在做文章 那一带一路倡议是美国非常头痛 而且无解的一个东西 它既不是阴谋也不是骗局 而是一个千年前就已经出现过的游戏规则 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思路的现代化 一带一路也变成中国大陆通往欧洲跟中东 然后中亚南亚 这样子非常便利的一个管道跟渠道 那再来我们看看 除了我们讲到了中级乌铁路 这个影响到这个带动中国跟中亚 甚至是俄罗斯这样子的一个连结之外 其实中欧班列也有一个新的成绩单出来 从2011年开通至今 现在发货已经超过了870万箱 而且货值超过3800亿美元 通达了欧洲25个国家 跟223个城市铺出了一条充满商机的 这样的黄金通道 那特别是说呢 这个中欧班列还拥有这个阿拉山口啊 霍尔果斯啊 二连浩特啊 还有满洲里这些口岸啊 那我们就看很多的分析在讲 过去啊 其实西方不断在抹黑 就说哦 这个中欧班列啊 这是赔本邀赫啊 这个转邀赫啊 然后入侵欧洲 可是当初黑得有多凶啊 现在就有多尴尬 因为的确哦 习近平喊出了这样子的一个 中欧班列的战略 是在2014年的APAC会议期间 他当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 远大战略的一个规划 那事实上这一个丝绸之路经济带 以及海上丝绸之路 是贯穿了欧亚大陆 现在目前已经通达了 这个25个欧洲国家 所以影响力非常的广 那当然也带动了经济 很多像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些新能源车哦 也是这样子 搭乘的这个中欧班列 这样迈向了中亚地方 所以像是比亚迪啊 什么的就开始 在中亚这边赚得盆满钵满 也是打进了这样的市场 那再来我们看看 中国大陆现在也对于美国 有一个反制措施哦 习近平最近发动了 删除美国这样的一个做法 那这是华尔街日报讲到说 中芯国际哦 他们现在目前在提高晶片产量 那可能也会抵消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出口的一些效力 那根据中芯国际他们的这个成员 就提到了这个国际独立董事会的成员 杨光磊讲说 现在目前呢 透过一切的美国对于中国的阻止哦 你就是等于迫使沉睡的狮子醒来 因此中芯国际在加速国际国际化 要戒掉对于美国的依赖 那他们其实包含了这个中芯 金城新厂也在积极的将这个国产的半导体 纳入生产线 外媒怎么看呢 他们说这样的一个加速国际化哦 呃其实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 针对大陆来实施出口限制哦 试图是要削弱大陆的这个高端晶片能力 但是反倒呢 这变成了从阻力变成一个助力哦 让中国大陆就毛起来 就干脆我们自己本土哦 来加速发展 那所以华尔街日报说 呃大陆晶片制造商中心哦 正在把这个国产半导体的设备 纳入生产线哦 那就是说慢慢的 美国你可能要从中国大陆 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当中 你要消失了 你要被删除了 这是美国想到的结果吗 中国班链能成功跟 疫情期间也有关系 因为疫情期间我们的海运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时候中国班链它显得更加的珍贵 这个叫国运 对然后所以使这个中国班链啊 从原本几乎是贴钱经营的 马上转为开始赚钱了 然后它变成一个 依赖感很重的 一条运输系统 这个运输系统目前来讲 已经需求量太高了 那怎么办 那必须要对于中亚这个地方 继续要走了 这次的中级乌的铁路 为什么那么重要 是因为中级乌 它会连接到哈萨克 或者是连接到土库曼 进入离海 然后再从哈萨克这边 那么它有两条路 一条路就是不走这个土耳其 它从北边亚撒拜染那边过去 然后进入到欧洲 所以对土耳其来说的话 它过去是一个欧亚桥梁 它从中 它可以获得很多的利益 但是因为中级乌 或是中欧班列的成功 所以它的很多的运输线 已经绕开了土耳其 土耳其很明显的受到了影响 那我们看到土耳其 也很清楚知道 你必须要对现实低头了 所以土耳其这次的外长 到中国大陆来访问 那么希望中欧的班列 或者是中级乌 或者是一带一路 跟中间走廊完全对接 那也就是说土耳其也融进来了 那土耳其融进来 那各位可以看到 整个就完全串联了 拜登是恨到不行了 拜登恨到已经有点失去理性了 他说你知道 我有多讨厌一带一路吗 那为什么他会恨成这个样子呢 因为拜登刚上台的时候 他说我要弄一个超越中国一带一路 很多倍很多倍 我要拿出不到几兆美元 我要搞一个美版的一带一路 然后当时欧盟的冯德莱恩也唱说 我们欧洲也要跟美国一起联手 搞一个超过习近平的一带一路 不知道多少倍的欧美版的 那结果呢 欧洲无疾而终 那个冯德莱恩现在能不能保住位置 也不知道 但是呢 那个一毛钱都拿不到 都拿不出来 然后拜登的钱到目前为止 公债卖不动 然后他国内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国际问题也解决不了 所以我觉得对拜登来讲 那个挫折感实在太重了 由于挫折感重 重到他恨是一带一路 了不起 新闻大白话 紧接着来关注一下 诺曼蒂登陆80周年 拜登去出席了 他还包含马克宏 他们都一起出席了这一场纪念活动 那他说80年前 盟军来自不同国家 但是为同样的目标而战 而当年他们所做的超越 如今人们可做的一切 并且强调盟军在战役当中的重要心 只不过呢 就是人家看到 拜登好像又出现一些奇怪的行动 比方说呢 我们直接看看画面 他在这个纪念活动上半蹲 人家想说 怎么突然蹲下去了呢 那是要找椅子吗 还是什么 他就这样开始 他就这样玩下去 也不是深蹲 那他就原地玩下去了 再半蹲 人家说这可能是在找椅子吧 那再来呢 还有他对于这个诺曼蒂的老板 我们平常可能会有 Give me five 然后但是他给人家一拳 怎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握完手之后 然后世界防不停止 往人家脸上一拳 他想说你这是 这是在表达什么呢 所以这些画面 就被人家记录下来 想说拜登是不是真的就像麦卡锡讲的 这个认知出现了一些问题 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呢 那再来这个诺曼蒂的八十周年 二十五国的政要 现在要纪念最大规模的两期登陆 那代号D-Day的这个诺曼蒂登陆 大家平常如果之前有看电影的话 应该也蛮熟悉的 那这样的一个这个纪念仪式在法国展开 西方有二十五国的政要都有出席 那美国的海豹部队也飞越了法国西北部的 这个犹他海岸来重现八十年前的抢滩行动 那另外呢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活动 可是好像却没有邀请俄罗斯参与 他们说这个因为主要是英美两国的政府认为 俄罗斯不宜出现在这样的场合 那普京也不是很开心 他就说如果我们俄罗斯主权 受到威胁是不排除会动核武的 所以感觉上面在这样的活动当中 刻意也是把俄罗斯排开 那拜登要展现的是什么呢 他说我这是不会背弃乌克兰的呀 我们来听听 更奇妙的是说现在美国还说 我们鼓励中国也来参加这个乌克兰和平峰会吧 怎么会突然这样子态度又转变了 这是米勒讲说我们美方是鼓励中国 中方来参与这样子一个瑞士的乌克兰和平峰会 所以你看这个美国就是西方这些做的一切 好像都没有在想这个泽伦斯基如何 连拜登都这样子等于打脸了泽伦斯基 因为泽伦斯基就是乌克兰有讲说 我们现在是要反击嘛 就是已经没有红线了 我们要达到俄罗斯去 结果拜登讲法是说 乌克兰不能用美国援助的武器去攻击莫斯科 等于说打脸泽伦斯基的一个说法 那再来现在还有传出 这个美国会容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继续任职到2025年的春天 之后就会把它给取代 所以现在是不是泽伦斯基所剩的日子 就在位的日子恐怕也在倒数计时呢 那现在这个普京当然也有所预备 北约的秘书长讲说 我们没有对乌克兰有派兵的计划 但是他们在波罗的海这边 有一个最大的军演正在进行 波罗的海行动2024 甚至他们说就是北约成员国 去年同一样30万的军队随时待命 那所以像看起来北约动作不断 但是呢 俄罗斯的核动力潜舰的四项 这个四个军舰 要访问哈瓦那 古巴讲说不惜核武器 对地区没有任何的威胁 感觉好像古巴是站队俄罗斯这一边 古巴的外交部就声明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核动力潜舰 还有其他几艘的海军军舰 包含巡防舰 他们这个接下来会在12到17号 来停靠古巴的首都 这让大家想到前两天 不是普清有讲吗 他的一些盟国不排除 会有帮忙参与一些反旗行动 诺曼帝登陆原本应该是朝和平的方式 大家纪念在这一天 总反攻 然后最后侵略者 德国被打败了 所以欧洲恢复了和平 那本来这个活动应该是要纪念 那主要的目的是要继续追求欧洲的和平 可是在过去的盟军里面是 俄国是主要的盟军之一 而且俄国的死伤非常的惨重 那么挡住了德军往这个俄国 往亚洲跟日军会合 其实我们中国也尽了最大的贡献 我们挡住了日军 避免他跟德军会合 所以事实上我们两边都有巨大的贡献 有这么大的贡献 你在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不邀请 那拜登又说这个普丁 俄国是暴军是独裁者 那这样的情形 罗曼帝的登陆活动就 从本来应该是要往和平的方向走 转变成为一种反俄的战争动员的大会 我觉得这个危险性是存在的 今年的这个活动办的就不是很好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俄乌的战争在升级了 因为所有的限制开始慢慢的在取消 那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乌克兰在哈尔科夫 还有在顿内刺客的战线 越来越守不住了 所以北约的相关的国家 担心乌克兰投降屈服 然后局势更难处理 所以他们不排除把战争升级的可能性 那一旦战争升级 我们看到普丁的反应就很强烈了 第一个不排除动用战术核武 而且已经把弹头装上去了 一般来讲我们在战术核武方面 是弹头跟载体要分离的 战略核武他们是会装在一起 但是战术核武因为很难防御 所以我们通常是分开 可是普丁的借由这次的演习就告诉欧洲 我已经把它合在一起了 随时可以使用 坦白说这个已经把战术 已经把整个局势升级了 另外也已经料化了 那当然现在在考验 这个一旦如果有F-16战机 飞进俄罗斯的本土进行攻击 那普丁会不会兑现他的承诺 那也就是直接攻打 提供战机的丹麦或者是荷兰 等这些国家我们也在观察 但是一旦使用的话 你北约该怎么办 一旦打了北约该怎么办 现在俄国更直接就监督 加勒比海举行演习 而这个演习很长的时间 整个夏天都在加勒比海 这个对美国就会产生牵制作用 把美国部分的海军空军的兵力 就牵制在这里 古巴虽然说 俄国的核动力潜舰没有带核弹头 问题是美国信吗 另外一个 通常是借由演习 俄国就不排除 把他的普丁的扬言 就是要提供武器给相关的国家 来对付美国 那在演习的期间里面 把武器留在古巴或者威尼瑞拉 就不搬走了 那你美国怎么办 这我来说 又没有带